YEAH 不知我們今天相約在公館 對 美食會集的地方 美食會集地對不對 那你知道今天該拍什麼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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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記得上次在中山站 粉絲帶路直播這一集嗎 超大的迴響 真的播出這種 滿多人喜歡這一集 對 所以應觀眾要求 我們決定辦第二集 又有一個粉絲要帶我出去吃 沒錯 他是一位馬來西亞人 是馬來西亞人 YEAH 請你去吃馬來西亞料理 太棒了吧 我朝思暮想就是馬來西亞料理耶 聽說這家店 就是你剛來台灣的時候 所以可以安慰你思想自己 對... 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想吃馬來西亞料理 就去這家吃 很正常喔 你不要再耽誤我們時間 我們要趕快去 等不及了是不是 好啦 我們就出發吧 GO 走 來 牧師就是這裡 這馬來西亞的特色 天啊 這根本從馬來西亞 把它搬過來的吧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選食材 我們叫露露 你選的食材 你就可以在這裡燙 燙所有東西可以吃 這一家真的好酷喔 期待了吧 這邊可以吃到 各式各樣的馬來西亞料理 真的 我要... 你們可以先選一點沙爹 對 然後老闆想已經準備好 其他菜色了 你們可以先選食材 我們當然就來用它 好... 馬來西亞的食物 其實台灣有很多 馬來西亞來念書的學生 再加上有很多人 喜歡馬來西亞食物 但是在台灣其實找不太到 像這樣子道地的這種菜 就是因為這個... 原因 對 我弟弟每天打電話回來 就說為什麼找不到 我只要找不到不自己開唄 我可不可以先從我最懷念的 印尼水開始 可以 就這位了 就是這個位了 我們去馬現在就是這個位了 所以如果印尼水到地 基本上台車就不會 這也不一定 我們每一道都要試好不好 對 如果這樣一桌菜 你第一個想吃什麼 我一定會想吃這個 為什麼 它自己的料很多 對 我也對耶 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是在比馬來西亞更多 我也覺得... 還有一個人留言給我 他想說 下次麵可以少一點點 對 問一個外號的問題 你看它這張拉撒 其實就是你們馬來西亞的一種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好喝喔 可以嗎 可以嗎 拉撒粉 誰到底是 我們現在就是辣椒湯頭這樣子的 但它主要的講到拉撒 它應該離不開野鄉 但如果前面它多了一個阿桑拉撒 阿桑拉撒 阿桑拉撒就是酸的 酸的 偏北的 像檳城他們就是阿桑拉撒 對 好好吃喔 真的 這個是好香的味道 真的 很厲害耶 炒的那個人很厲害 因為它要好吃 我覺得重點是在炒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鍋器有沒有 對 一個鍋器很厲害 對 我在開這家店的時候 我婆父教我 想拿鍋子 想煮炒 把鍋器給煮出來 就是八手這樣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有八手這樣 所以你就說你們真的真的 不是一個人可以成就這個事情 應該是一個家族 大家一起來幫忙 一個團隊 有點每家的肉骨茶不一樣 你們家的肉骨茶合成 比較發生的肉骨茶 發生肉骨茶 對 因為藥材很重要 對 不同的藥材煮出來的味道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要再去做搭配 這真的很濃郁耶 那個新加坡的肉骨茶 就是比較胡椒味 但馬來西亞的肉骨茶 是比較中藥味的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 你好懂嗎 超濃的 實在 我好像這個很厲害 這個山巴醬是好吃的耶 好吃的耶 謝謝 甜甜鹹鹹的 所以你們家的山巴是自己的 我們把原材料給帶過來 然後在這邊的話 我們在這裡再煮 像你們來在台灣念書 吃到這麼道地的家鄉菜 會不會很想哭的感覺 會耶 其實剛開始想加的時候 就會一直來這裡吃 店員會說 因為是你喔 對 因為在外地真的很懷念 家鄉的那種味道 這個沙包雞 對 應該是比較廣東式的 因為我們只要 拿包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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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瓦包雞飯的意思 瓦包雞飯 所以它煮的時候 就是要淋醬油煮對不對 它就是把那個汁吧 因為我們會調一些醬 然後就讓那個米飯裡面 它可以吸進去 真的耶 我覺得 一家店有沒有用心喔 你從 你吃起來 你就會感覺到了 這個一定要有 為什麼 這是什麼 對 有意港公 對 港公是什麼 空心菜 因為可能空心菜很吸汁 所以他吃的時候 他可以把那個 醬裡面的沙爹醬 這根本就是沙爹的醬耶 它的醬就是馬六甲那一根話 它裡面還有 大概18種以上的香料 它裡面最主要還有蝦米 對 蝦醬 難怪這麼濃郁耶 它這邊飲料的話 它是每一個層次都是不一樣的 底部的話它是椰糖 白色的話它是椰奶 椰奶 對 然後煎草 然後上面這個才叫增多 這個椰糖是主要的靈魂 哇哇哇 各位各位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椰糖也是你們自己煮的 椰糖自己煮 自己煮 對 如果是加工過的椰糖 它的香氣沒那麼香 有耶 香不香 超香的 好 牧師 就是你招式暮想的馬來西亞料理 今天算是幫你們做 滿足的 我真的滿足的 我覺得人生已矣 所以我們今天沒來 就做到今天為止 好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料理 它之所以迷人 就是它融合了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特色 還有各式各樣的香料 放的那些味道加起來 就是有一種很特殊的香氣 所以我們自己是很迷人 很吸引人 最近也有點想家 然後今天來這裡就 就覺得 很感動 很感動 對 而且它就是為了你們 這些馬來西亞來台灣 真的 然後沒有變味了 給你們煮了這些 這也是我們的初衷 想家的時候 就來我們的店裡面 店裡 對 就這樣 這就是馬來西亞的味道 我覺得我想家了 因為我就是馬來西亞人 Mabel 這一家店 也是妳推薦的嗎 這一家店就不是我了 但是我帶了一個 堪稱內湖海王子的人 內湖海王子 怎麼有這麼怪的名字啊 好 我們拍手歡迎 這位介紹一下 我現在兩萬粉絲 這位介紹一下 為什麼來推薦這家店 我跟你講不得了 他們海產處理得非常厲害 厲害到什麼程度呢 就讓老闆 店長來選擇 讓他選擇 對 我現在來選擇 好險有人懂我 好 我們歡迎店長 店長好 高興 我是剛來到這家店 有什麼感覺 要說我是網美 我應該是每天會來這裡 拍照的感覺 我拍照大家可以送甜點 對 真的假的 這算小部分 第一道菜我就先幫大家 這個是希臘沙拉 賣希臘菜一定有這麼一道 它就是瓜果類的甜椒 番茄 櫛瓜 黃瓜 對 剛剛看到上面白色一顆一顆 就是洋奶的菲塔起司 怎麼感覺 非常的清爽 但是起司又有鹹味 可是他們配起來 是非常結合的 但我剛剛吃它的黃瓜的時候 我覺得很厲害 可是實際上感覺是 像水果的感覺 是帶出水果 它沒有認得那種黃瓜很強烈的 生菜的味道 你們的料理大多都是很家常菜 對不對 是雪希臘菜的時候 還很認真問過 有沒有哪一道菜 什麼順序 對 這一道菜能不能跟這一道菜 分著吃 可不可以搭 結果我們就被翻白言了 怎麼吃都好 所以是一個非常輕鬆 其實就是 還是新爽的 哪一道就先吃哪一道 沒錯 你在家裡吃飯的時候 也不會一道一道上菜 也是… 所以我們想吃哪一道 就哪一道 就我前面這個 這個它是看起來烤花枝 但其實古古的 它裡面是有東西的 有東西的 馬鈴薯拌飯 做好了之後 塞在花枝裡面 這一道是很多像 道地的地中海料的水 是 裡面的醬料的部分 每個國家可能會稍微 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這個裡面是 番茄跟馬鈴薯跟飯 雞辣也是算三面零彈 所以它的海鮮也是蠻多 沒錯 所以它的海鮮蠻多 蠻多像人口 好驚豔的味道喔 對 外面一個QQ脆脆 裡面是一個馬鈴薯 軟軟嫩嫩的感覺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我覺得它的處理方法是 它作為一種炭烤炭香味 我覺得這是處理海鮮 一個非常棒的方式 它是連我的新聞都打開 太棒了 我還為了今天昨天多了兩個深蹲 希臘菜其實 當然說家常菜 對 我們很多比如說 今天多了一些米飯 隔天要怎麼辦 對 台灣人都拿來炒飯對不對 好 希臘人 有一個叫做米布丁 米跟牛奶跟一點蜂蜜 一點動物奶油一起煮 一直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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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完就會變成這樣稠稠的 所以這是米布丁 喜歡牛奶跟蜂蜜的這一道 應該都會有 有耶 有 那個蜂蜜的味道 我覺得你的蜂蜜應該是很特別的 沒錯 我會愛耶 我覺得這個很好耶 聽到現在是不是已經慢慢 像拼族一樣 把地中海的美食一塊塊塊 對… 大家對於地中海的要理 或是大家好像就覺得 就是都是義大利麵跟燉飯 對… 然後除此之外 我都在外面就是海餐 都不知道是什麼 對… 但其實他們還是有很多 還滿有趣的東西 小西大餐廳有什麼一個 叫做Musaka 它是羊肉派 下面的部分是羊肉 番茄 茄子 馬鈴薯 洋蔥 做得很像肉醬一樣 上面是馬鈴薯跟麵粉跟牛奶 就把它做成一個泥 然後焗烤 它的吃法除了像這樣子的 一個肉派之外 還不太不一樣的是 這邊有一欄 就是披薩口袋餅 形容一下這什麼味道 我覺得那邊的菜系 對於它的賣的選擇 都很會有獎勁 它餅皮完全沒有被 那個焗烤鍋的起司 還有裡面的包餡料 不太過那個香味 那個羊肉的味道和香料 在一起勾後那個羊肉 就不燒了 就不太出來 這個醬比較特別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那邊也常見 它叫做Sakiki 非常清爽 沾薯條 沾烤肉 都非常的好吃 真的好吃 你來一定要吃這個 各位 優格黃瓜醬 其他料理就是要很隨心而吃 對 那你接下來想吃甜點 還想喝飲料 我想要吃甜點 甜點這邊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 叫做Crazy Loli 我們自己也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吃起來口感 也滿像台灣的發糕的 真的啊 對 試試看 很紮實耶 很紮實耶 很香耶 結果它的味道也是 根本就是南瓜 然後全部都是 麵粉都不是太多 基本上就是南瓜 南瓜 對 南瓜跟橘子 還有一個這個叫做 和果酥 它是核桃杏仁的跟千層派 它是千層派 一層它都是奶油酥皮 大概有30層左右 30層 30層 是的 它有點像千層麵 但是它做的是甜點對不對 對 它是核桃跟杏仁 核桃杏仁 對 我如果要選 我應該會選最愛這一道 裡面那個堅果的味道很香 超香的 它的層次感不只是提供在 口感的部分 可是它味道部分 是非常的分明的 對 就剛進去是先 酥皮那種微微的香 然後再吃到堅果的香 我最後要吃到裡面 穿進去的時候 我才知道吃蜂蜜 對嗎 沒錯 它叫希臘咖啡 它主要煮法不太一樣 那個鐵壺 咖啡粉跟水 就直接在這個鐵壺裡面 這種爐台煮 煮完之後 就直接倒出來喝 等一下可以直接倒出來 所以它也不會濾掉 但它會有沙沙的咖啡渣在裡面 對 喝法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什麼煮法 這個很少人這樣子吧 應該說咖啡這一開始 的煮法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濾布 也沒有什麼咖啡機什麼 它就是整個一起煮 我覺得 我真的怕咖啡粉是不是酸味 但我覺得當喝起來是甜酸 綜合在一起 那個酸是我能接受 是可以感受到 酸的好的程度的酸 不過那我覺得 這個又來打我胃壘 又來垂我胃壘 那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好耶 從1998年開業到現在 屹立不搖到今天 對 已經開了那麼多年了 做成這樣真的是可以 值得大家來做新品嘗 太厲害了 我們剛來要還沒有開拍之前 整家店都坐滿滿的客人 謝謝大家 真的 其實我看到一個滿 嚇到我的東西就是 真的沒有再煮 就是沒有什麼彩排之類的 沒有 那我也直接來 對 這樣子就更好 對 本來開拍之前 他還要先跟我們講 我都不能聽 因為我要第一次聽到 才會覺得真的很驚訝 我覺得從牧師口中出來說好吃 就真的是好吃 不會有任何灌水啊 不會有什麼工商的錢 你都不會 然後今天這間店的話 真的是我覺得 其實我剛剛就在想一件事情 剛剛我吃飯超級快 我一個便當在我們那邊 就是我剛剛慢慢的吃也還好 我的情境 有被轉換的那種感覺 你以後會想要 多一點跟我們拍節目嗎 我以後會想要 直接換掉直播 其實我覺得在餐廳 經歷到的不只是食物跟美味 其實在餐廳裡面 經歷到的是 在經營餐廳的人 怎麼用心的對待他的客人 然後把這些異國的料理 真的帶到台灣 帶到當地 讓當地的人來品嘗 其實那份用心感動了我們 我也盼望每次 當我們吃飯的時候 也可以特別感謝 所有用心準備的人 希望上帝可以幫助 我們每一個人 在吃飯的同時 都心存感恩的心 今天不講理 今天吃播中 上帝祝福你 哈囉大家 每週四晚上九點 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 今天不講理 還有不要忘記喔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上帝祝福大家 掰掰